人类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遇到过一个又一个的绝症 从肺结核、麻风到癌症 如今,肺结核麻风对人类来说早已不是绝症 在人们把精力集中到解决癌症上的时候 又一种绝症出现了 它就是目前搅得全球人心惶好的艾滋病 只要患上它的人,小小的感冒就能致命 自从1978年在美国纽约发现第一例艾滋病人以后 截至1999年11月26日 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各国官方提供的统计数字表明 全球已有163个国家和地区报告发现了艾滋病人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们估计 全世界艾滋病实际患者已达3400万 全世界已有1600万人死于艾滋病 对于艾滋病的病因 许多科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但是至今还没有弄清楚 大多数的科学家们认为 艾滋病的发病与一种T细胞有关 1983年5月 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女卡蒙达尼埃研究小组 从病患者体内的淋巴结里分离出了艾滋病毒 这是人类首次发现艾滋病病毒 这种病毒能够附着T细胞细胞的表面进行繁殖 受感染的T细胞细胞很快就会停止生长 丧失免疫功能而死亡 而新繁殖的艾滋病病毒又释放到血液当中 寻找新的T细胞细胞 这样循环往复的进行 导致患者的免疫力下降 最终失去抵抗力 也有少数的科学家们认为 艾滋病并不是仅仅由一种病毒引起的 很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1986年上半年 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将艾滋病病毒 定名为人体免疫缺损病毒 英文缩写为HIV 艾滋病极有HIV的潜伏性和作用缓慢的病毒引起的疾病 英文缩写为AIDS 中文英译为艾滋病 1988年 世界卫生组织为了唤起世界各国 共同对付这种人类历史迄今出现的最厉害的病毒 并每年12月1日为世界艾滋病日 关于艾滋病的来源 说法也是各种各样 起初人们认为艾滋病是由同性恋引起的 因为在美国一些大城市中的同性恋中 艾滋病患者居多 可是经过多年学者的研究后 发现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 西方国家早已经存在了同性恋的问题 而在东方国家的古代社会里 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 如果因同性恋导致艾滋病的产生 那么必定在古代就流行了 为何在当代才传播开呢 从而得出同性恋并非艾滋病起源的结论 最令人竞争的说法 是有人称艾滋病病毒是由美国细菌栈研究的产物 他们认为艾滋病是美国生物栈研究中心 利用遗传工程基因重组的新技术 制造出来的新病毒 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 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目的是制造一种新型的生物栈武器 研究者首先在中非的绿猴身上做实验 后来转为在以减刑为条件 自愿接受该病毒的一些 不形的囚犯身上做实验 囚犯中不少是同性恋者 他们被释放后便把艾滋病带到社会上 并由各种途径传播开来 这是试验者和被试验者始料不及的后果 这观点引起各种各样的议论和猜测 尽管美国有方面否认这一说法 但是有一些人还是将美国为全世界艾滋病最多的国家 与此问题联系起来是肯定态度 还有两位英国科学家 曾提出过外空传入地球的假说 认为艾滋病病毒可能早在外太空中存在 但因千百年来缺乏传播媒介 所以人类一直没感染上 后来由于一颗飞尸的彗星撞击了地球 将这种可怕的病毒带到了地球来 迫害了人类 这种假说还没有找到可靠的事实依据来证明 目前人类又提出了猴子传染给人类的假说 科学家们经过研究后发现 在猴子身上存在与人类艾滋病患者相同的病毒 被发现的猴子生活在非洲 研究者们从血液接触可以感染上艾滋病病毒 以及中非地区高发病率 与奇特的生活习俗等方面 假定艾滋病毒是由猴子传染给人类的 根据现有的资料显示 早在美国出现艾滋病之前 中非地区的卢旺达 达德等地区就流行过艾滋病 有人推测类似艾滋病病毒的东西 最早存于当地的猴群中 由于当地人经常被这些猴抓伤 以及吃猴肉等等原因 这种病毒就进入了人体 逐渐演变成了艾滋病病毒 据一些专家估计 携带艾滋病病毒者 可能高达非洲中部城市人口的10% 在20世纪80年代 扎伊尔的金萨沙士 在对千份血液样本加以检验后 发现其中6%到7%带有艾滋病病毒 赞比亚首都卢萨卡 也做过一次广泛的调查 发现18%的输血者带有艾滋病病毒 在赞比亚1987年间 便约有6000名儿童接受艾滋病治疗 而非洲某些地区5%的新生婴儿 都携带有艾滋病病毒 其中一半甚至3分之2的人口 会在两年内演变成为艾滋病 法国一位研究人员偶然了解到中非地区 有些居民有以下生活习惯 将公喉血和母喉血 分别注入男人和女人的大腿和后背等 以刺激性欲 有些居民还用这种方法治疗不孕症和阳胃等 许多专家认为 艾滋病就是这样传染给人类的 但是中非部分居民奇特的生活习俗的历史 无疑长于艾滋病流行史 研究者进而假设 可能在很早以前 猴子就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人类 但因偶然的原因 几度自生致命 在现代 由于大量欧美人员到达过非洲 传染上了这种病毒 并把艾滋病病毒带回了欧美 加之性生活混乱和吸毒等流行 所以艾滋病在欧美等地区就广泛地传播开来 目前人类对艾滋病的研究 已取得许多重大成就 但它究竟怎么起源 至今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许多专家认为 这种争论还只是一个开始 想要弄清楚艾滋病的来源 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狗毛 我们下期再见